大家好我是尾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王者龙耀排位赛的服装视频 然后这回是用了工本 然后出装也是还是按照那个大神搭配的最近的打野出装 这是最近喜欢用工本就是喜欢用他去打野 以前以前都没有经常打野 所以以前打工本好像打得不是很好 现在是打野打野打起来的话 还让打得更轻松一点 打野的时候可以直接打野发育也快一点 而且发育好 我们用他们别的阴性对打 前期我们对打野也很难对打过的地方 所以现在是前期去打野发育一下 我们在打野的时候带惩戒 我们刚也是出了一把打野刀 因为装备是推荐已经是设置好了 然后我们要出什么 他到后到的纸巾价格他都会出现 现在我们来多等一下等到500块 500块就会出一把那个骨头 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来个闪屏 那个寒屏层间 我本来觉得有一个人直接先挂 这么快就挂 上路打的很精彩 什么什么什么 我现在还没4级啊 如果要到4级去上路支援就好了 这时候只要来个大刀抓人最行事 我现在有500的 那些成冰 成冰也出来了 还差一点4级啊 我现在再次草虫等一下 等待机会等他下来一下 距离还不够远呢 他这边等等两下 等小兵打掉两个可能就会升级了 好现在升级了 我们开杀 打个大刀 抓住刁 能够玩刀冰 哎呀 刷了一个 刷远掉了 先刷刷了一个玩冰刀冰 但是最后呢 原来又要跑了挺快 刚刚有点困执鼻鼠 然后困执鼻鼠 然后困执鼻鼠有点乱 一紧张就乱 他现在会继续打野了 反正没地方也去下路野怪没出来 也不想打蓝我 但是 没有没有别的需要滑速的一定去打蓝 中路空线 我在中路打蓝 这张猴子出来 一个大刀刷入大 一个海冰抢店 乘搭 哎 能了能了 他又丢分色 他这场又有个分色 分色丢了 找不到人 加血 把血补满了 因为现在没有七血热 我们是准备清 一个个装备出吧 我们先把这个打野刀出满了 现在是出了终极的吧 500的那个 然后现在是出了700多的那个 出完了 然后下一步应该是先出鞋子 下一个鞋子出完再出打七血热 这段期间我们就慢慢打野花育 七血热没出来之前 尽量少跟对方有接触 然后偶尔去偷弄也可以 有个卡住 我想去支援一下鲁棒 看下对方的那个 等二技能恢复一下 对方对方那个墨子 先一个大刀刷住他 赶紧飞过去 算了算了 先捞他一次 不能太激动 如果刚才冲到塔下 有很多次都冲到塔下想想杀 最后被塔给射击 没有把握 尽量不要冲到塔下 虽然他血不是很多 但我装备也不是很好 砍他也去不了多少血 草丛等待机会 猴子又出来了 想救我的白起 没救到 赶紧开溜 还有这个时候 敌人阶段二技能没有 要不然被定住 可能就要挂 那我们继续去打野就好了 这个蓝魔也没有人打 蓝灵王也不打不打 那我先去上路就塔 亚瑟在拆塔 准备开大招 刷到他头上去 直接抓住他 因为我们三个人去 他肯定是跑不掉 三个人围殴他 其实下路是可以去找一个人去推 我们下路都在集中在上路 下路下路都很多人 不过上路也很难推 就是孙悟空来了一个 我站着站着我现在又改成 那个先打野了 如果没能打野的野区 那怪都留在这里也是可惜 还给对方杀了还更不好 继续打这个小野怪 先拿一把祸虎头 这个位置的野好像很少人打 因为这个位置太靠近了 人家都喜欢玩 就是蓝魔那一个怪打完了 然后旁边那个也打掉 我换上路塔差点被拆了 对方亚瑟一直在这里 亚瑟肯定是躲到什么地方 在前面 亚瑟他的一技能 被他先打到的话 先会暂时 那个法术效果会失去 很像一两秒钟 就是不能换换法术了 来看现在再被他禁魔 禁掉一两秒钟 看起来如果他冲过来换技能的话 就可以顶顶 把他吹起来 但是他把我刚刚把我砍到 然后我要把他 下路 下路 现在有人上来帮我支援一下 我在这边就可以不用管这塔 它被缠在这里 有没有对方亚瑟肯定是干脑在这里 现在下路三个四个都在下路打 我说这时候去下路支援就好了 但是对方都没 那个亚瑟一直干扰我 不管了 我直接下去了 塔就不要了 扔一个塔给他上 先对方的狄伦杰没血 先抢一个人头再说 我换上路塔肯定是要被拆掉一个 弃塔 有所有得 得了一个人头 先把敌人击杀 但是我们中路也没人了 不把敌人击杀中路的塔也是比较危险 好像有弃血之论出来了 可以加一个弃血之论 我们现在就好打一点了 吸血也会有吸血 边打边吸血就可以不要回地地了 这时候我就可以干击掉一个塔之后 我就可以在这里慢慢打野了 因为塔被强掉之后 他也直接去别的地方 这时候如果再去保护二塔也会不方便 这个该丢塔的时候 给我把那个塔都比较 可能在那耗着也比较麻烦 发育起来就发育慢 好像在下这个二路塔 这个二塔可以怎么样保 他也不会太猛的攻击 他的战线会长一点 等他小兵过来还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我就可以好好发育了 他又下来打我 有没有人过来支援我一下 我一个人上次还不好打他 哎呀有个大招刷过来 那我攻击伤害没有那么高 因为我是打野装备 后面的装还没出来 现在就出了一个打野刀鞋子 还有那个气球的 然后加了一个衣服 现在是加黄御性的 推荐的装备也是 这样子就中和一下吧 所以攻击伤害就不高 但是黄御会多一点 血厚一点 现在我呼叫队友的 现在队友也赶过来 这时候我就可以放手去打野 所以我刚刚上下的那个 红墨那边都没能去打 然后就是中路 我又开始加住一个 就是敌人直接被我抓住 所以对方的那个 对对方墨子大招卡住了 赶紧跑赶紧跑 还好没被那个 黄昭镜的特技能定住 对方刚刚刚就放大招了 准备先来刷起来 但是好像错过机会 也是压次 吹起来 砍 不过都是我最佳的 我去救二打 好就继续打打野打野把血吸出来 把那个血捕回来 下面人家是不想着造 那个武装 皇羽 先出破甲 破甲弓出来 再出皇羽了 我现在去打暴军 中路交给他们就好了 我一个人在给大家花羽 这个暴军打出来大家都有钱 对方猴子大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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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危险 还没选择 随时总的放 还好这时候 对方猴子没过来抢 直接让我安心的把那个毒袋击扎了 对方来抢 对方亚瑟 又来了 等待随时卡他们 我们现在有两个人 而且那个男灵王也是隐身 然后和男灵王配合 这时候就不怕亚瑟 他还不死,直接击杀了 刚才亚瑟他没看到我换那个蓝电话隐身 所以说肯定是大意 现在中路打得很厉害,但是不去中路 我怎么去上路把塔推了 中路他们应该能顶得住 所以说就继续推塔好了 套兵也没多少去,直接两个人一起把塔推了 击掉一个塔 准备继续拆推二塔 其实我是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不过我放着蓝帝王 蓝帝王回去反而被击杀了 我是在这准备吸引对方注意力的 这边多打两下 因为我这个二技能可以穿的 跑得快,他们抓不到我 哎呀,刚才想应寒冰惩戒 因为寒冰惩戒猴子 但是刚才没撑到,撑到小怪 还好躲过了王朝军的二技能 还是被盾住就死在那里了 再来第三,吹一起来 把王朝军先解决掉 因为他的大招二技能很讨厌 我们一起能追着他对方打 亚瑟先解决掉 看他被盾跑掉了 下路下路下路那个墨子都拆到我们高地塔 蓝帝王扛不住 先把炮兵解决 高地塔不能丢啊 高地塔丢了不好 局势不利啊 先把亚瑟莫子困住住 惩戒他一下 让他慢减速 哎呀 那个二技能 应该太快换了 换了追不到了 继续追他 轻轻追上来 轻轻追上来 哎呀被动命了 他竟然一直一路跑 被我追的跑 被我追的感觉 其实我以前都是被人追的 现在三四个人追我 赶紧跑 猴子又来追我 这猴子不要命了 他敢追我 三点个蠢戒 定住他 最怕是王昭金换大招 还要换二技能 哎呀技能没回复 总会吹他 先把他吹起来 就把他技能破了 这时候猴子也跑不过 也躲不过了 猴子竟然躲在那里 他猴子又过来送死 准备一下 等他等他大招过去 还被他大招卡住了 OK对方团灭 我换我换鲁帆三杀 然后去打主宰 要封公民界 然后牛魔才上路 其他人才下路 然后我就打主宰 这样子打就好了 这排就把对方团灭之后 大家不知道干什么了 这样子我们打就 已经胜算大一点了 然后我们把他塔拆了 然后这边就把主宰摘了 因为单挑主宰 我是没问题的 因为装备都起来了 特别AD都到15级了 差不多13-14级主员 应该就可以打主宰 对方下路塔 已经被我们拆掉了 上路塔也是被我们拆掉 应该就剩一个中路塔 而且主宰也被我们击杀 这样子而已 然后气势大蹭 这一波肯定打团的话 那肯定赢了 因为我们有主宰光环在上路 再去打小炮金 其实大家们都编回来都可以 我单跳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大家一起来打 速度快一点 对方应该还在中路 还没都下不来 准备随时 女班机要在哪里 他去哪里 他还去打红魔吗 我们这么多人等他打红魔 好 然后又躲在草丛 准备随时偷洗的 对方应该又有人下来了 先把王朝金先吹起来的时候 准备等待局 对方应该王朝金翻大招了 翻刷过去 一个大招 准备开起来 然后大手中装加起来 随便打 现在随便砍了 现在对方团面又团面 直接强拆基地 那个啊 都能不能冲上去 小兵也不到了 小兵也不到了 我玩蓝临玩猛 直接冲上去 把强拆了 因为打牌位赛 就不跟他们耗太长时间 能拆手赶紧把基地拆了 应该是可以直接拆掉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 欢迎来点进入点赞 然后 新电兰呼 欢迎大家加入 一起交流游戏 或者一起玩游戏 刚刚好 现在到五星二了 打到五星 好不容易 猴子M1T 好像我现在挂一次 对话猴子还超神